关键财经议题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财经报你知 多家科技评理中心,看衰苹果的新iPad跟智能铅笔 主要原因是相较于其他家的竞争对手价格太高了,而且不耐衰 南韩三星电子来宣布2017年销售量超过620亿美元 正式取代产联冠军25年的英特尔,成为全球半导体业的新龙头 美国能源资讯局宣布2017年石油产量 每日平均出口值超过634万桶 其中原油出口量更比前一年每日增加110万桶 总规模达到1000亿美元的软银视野经济宣布 已经投资了30家科技公司 而且未来目标是要成为100家科技公司的最大股东